每日神话 也可能有的人会说 神赐给我恩典 神赐给我祝福 神给我管教 神给我安慰 神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保守 还有的人说 神赐给我日常的饮食 甚至有的人会说 神赐给了我所有 对于这些人日常生活能接触得到的 你们可能都有一些 关乎自己肉体生命经历范围的回答 神是赐给每一个人很多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 不是仅仅限制在 人日常所需的这些范围里 而是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放眼远望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 既然神是万物生命的源头 那神是怎样维护万物生命的呢? 就是说 神为了万物能够生存下去 神又带给万物哪些东西 来维护万物的生存 来维持着万物生存的规律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以下要讲的话题 要讲的话 希望你们与神的作为结合起来 不要与任何的知识挂上钩 也不要与任何的人类的文化 人类的研究有任何的联系 我只讲关于神 关于神自己 这是我提示给你们的 这个听明白了吧? 神赐给人类很多 首先 我从人能看得见的 就是人能感觉得到的东西说一说 这些东西是人心里能明白的 能领受得到的东西 首先 我们从物质世界来讲 神供应给了人什么? 第一项 空气 首先 神造了空气 让人能够呼吸 空气 这是人日常生活 能接触得到的 而且是人每时每刻 都离不开的 即便是人睡着了 人也离不开 神造了空气 这空气对人类来说 意义重大 是人呼吸 也是人活下去 必须具备的一个东西 一个肉眼看不到 但是人能感觉得到的东西 这是神 首先赐给万物的 神造了空气 是那么简单就完事了吗? 造了空气之后 空气的密度是多大? 神有没有考虑? 空气的含量 神有没有考虑? 有 神造空气 他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造空气? 造空气的理由是什么? 人需要空气 人需要呼吸 首先 空气的密度 得与人的肺相对应 有没有人知道 空气的密度啊? 这个不是人需要知道的 没必要知道 我们不用数据来说 空气的密度 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就行了 神造空气的密度 是最适合人的肺呼吸的 就是人呼吸进来 是适应的 而且也不会伤到人的身体 这是关于密度的说法 然后再说空气的含量 空气的含量 首先对人没有毒 不会伤害到人的肺 伤害到人的身体 这是神要考虑的 人呼吸进来 能够顺畅 它的成分含量 让人呼吸到空气之后 人的血液 能够有正常代谢 人身体 肺里的浊气 也能够正常代谢 而且空气 不能含有有毒的成分 这是神要考虑的 在这两个指标里 我不想用知识的方式 来灌输你们什么 就是让人知道 神造每一样东西 都是有神的想法的 都是最好的 再一个 关于空气当中的 粉尘含量是多少 地球上的灰尘 沙子 土壤 以及上空中 飘落下来的 各种粉尘的含量 是多少 神也有办法来解决 清除掉 或者化解掉 即便有一些灰尘 也是对人的呼吸 对人的身体 不能造成任何伤害的 还有灰尘颗粒的大小 也是对人的身体 不会造成伤害的 神都做了处理 神造了空气 造空气这里 有没有奥秘 是不是简单地 吹一口气 就完事了 不是 神造最简单的 一样东西 这里都有奥秘 都有神的心思 与神的想法 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神是不是实际的 是 就是说 神造一样简单的东西 都是为了人类着想 首先 人呼吸到的空气 是干净的 空气的含量 是适合人呼吸的 是没有毒的 对人没有伤害的 空气的吸泊 也是适合人类呼吸的 人呼吸进去 再呼出来 是人的身体 人的肉体 必须具备的 所以 人在空气中 能够自由地呼吸 没有任何的阻拦 也没有任何的顾虑 能够这样 正常地呼吸 这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 所必须具备的 一样东西 空气 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 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 是神最起初造的 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 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 是神最起初造的 人类呼吸